哦 出来了 哎呀 哎呀 送你回家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北京时间2022年12月4号20时09分 神舟14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现场医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陈东刘洋蔡旭哲身体状态良好 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日晚间陈东父母在河南洛阳的家中与亲友通过电视直播 见证儿子与另外两位航天员刘洋蔡旭哲凯旋 还是心里有点紧张 报告说他在里边说感觉良好 这时候就是已经很放心了 只是时间的关系就是出来了晚一点 真是真正看见的出来真是很激动 也很高兴 一下子悬着了心 一下子落地 儿型千里母担忧 陈东母亲黄炎已经四年没有见到儿子了 今年中秋节 他给儿子写了一封信 以表思念之情 航天员在着陆后 需要经历为期约半年的隔离 疗养和恢复期 而在12月 陈东就要迎来44岁生育 我给他一个大的拥抱 我很期待这一天 他这是第二次了 不像第一次那比较紧张 这个第二次我倒是放心了 放心很多 与陈东父母一样 刘洋父母同样牵挂太空出差的女儿 在刘洋父母家的客厅窗台上 画着一张标满数字的日历 从今年6月5号 神舟14号载人飞船奔赴太空的第一天 到12月4号 女儿回来的日子 这张太空日历圈画着刘洋父母对女儿183天的惦念 其中天宫课堂出仓任务活动 与神舟15号航天员成组首次完成载轨交接班 刘洋在太空的每一次重要时刻 都被母亲牛喜云标注在日历上 为了迎接女儿凯旋 牛喜云当天特意穿上红色的衣服 并为亲友准备了喜庆的红色口罩 她还专门准备了四个果盘 包子 苹果 开心果 杏仁 寓意航天英雄们平安凯旋 返回舱成功着陆的那一刻 所有人欢呼鼓掌 当刘洋出了返回舱 笑着冲镜头挥手时 刘士林和牛喜云也开心地 冲着镜头里的女儿挥手 刘士林则期待早日见到女儿 为她做爱吃的河南美食 因为我姑娘她是从小在郑州长大 对郑州的食品特别喜欢 所以说如果有可能去的话 我可能会把以前郑州的 我会的 给她做的叫她 比如说 你看 胡辣汤啊 羊肉灰面啊 再来什么 馄饨啊 等等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